大家好 我是隊 今天接著我們的缺荒98407版的實況比賽解說 讓比賽來追火球樹和燈神 雙方的玩法是全主力對戰 開場火球樹用游力手發對抗燈神的特律 燈神依然是EX模式 哦 開場火球樹就送了一發 難道說火球樹現在也開啟了迷之生龍 哦 迷之生龍的道路是越走越遠了 落地摔一下 哎 燈神都為這一招生龍感到差 感到驚訝 感覺比我還要迷呢 現在特律又來一套 游力真的不行了 接著看火球樹下一個角色 火球樹的大門 大門也是不動如山 在火球樹和燈神上一場的比賽中 這個大門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讓燈神非常難受 今天好像這個大門更是很猛 落地超大位在抓 這次跟一發裡頭 緊接著大門再次跟上去 一腳踢門 一腳踢到沒有跟上 大家不要急 大門有著順利 大門一個跟反把他架了過來 因為這一招是駕駛 駕到角落就可以 用地獄絕落進行制裁 大門快速再集滿一顆氣 近身超大有個劍藍智山 帶走 燈神紅雪無限放必殺的這個夢想 也是破滅了 希望破滅了 接著看燈神下一個 有KING 看這個KING這次打出 一個很好的開局嘛 這個中間力點還是比較關鍵的 因為EX模式的不存在為下一個角色流氣 所以說每一局 都可以照死了打就可以了 不用保留實力 現在進了玫瑰雪風梯 也不存在中 中間人為最後一個覺得極氣的這個現象 現在大門 穩住 哦 哎穩住哎 還是被潛艇破防了 EX模式的潛艇D 潛艇C 真的是太快了 一不小心就中招 你看KING抓到這個氣味就開始猛連了 大門暈了 暈掉之後應該是要被帶走了一個波 現在你看火球樹下一個角色 沒有了大門 但是不要慌 火球樹還有八神 八神才是火球樹的壓軸角色 暴走八神 暴走八神本來就是很強的 而且 用他做主力的非常之多 看這一局八神的暴氣了 暴氣跳地打住 奎花三世到角落 反手跟過來一個超殺沒有 奎花千韻音直接跟超殺 一把超殺之後燈神 感覺要出半棋梁了這一把 因為超殺傷害是非常之爆表的 抓蟹蜂 奎過來接受千韻音 然後再接奎花 哎沒有接八隻女剛才 他想保留起來打板棋梁 好的 看燈神最後一個板棋梁出手 八神果然是狠了 接著看板棋梁 我感覺這個板棋梁會更狠 只有燈神的板棋梁才是暴走板棋梁 哎 AB閃神這個閃用的漂亮 哎 再閃 其實現在燈神需要加強的就是他的AB閃 對 AB閃神 如果這個AB閃神用好的話可以給他增加20%的佔領 絕對沒問題 20%以上的佔領 新人 我覺得他如果能把這個AB閃用好 我感覺他就無敵了 CB佔領選系 燈神要開始了 要開始連了 空中一發超殺了 胡亂不上了 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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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火球術現在還有強反沒有交 但是他還是在 看燈神默默的表演 火球術其實他也是有套舞的 你打吧 你的手酸了 就該我打了 而且這個掉血並不是很多 現在燈神開啟表演模式 這套循環又打滿一管氣 其實這套你只 你只要想辦法在這個鐮刀中把下面的氣槽給擠滿 就可以了 只要擠滿下面一管氣槽 釋放超比啥 那就又循環了一套 理論上來說 這一招打下去是可以無限循環的 哎 八神 他是毫無辦法的 如果做好前接 又要滿氣了 滿氣空中超殺 砍刀手砍刀手 空中龍虎亂舞 只有在EX模式把最後一個角色才可以 才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啊 因為最後一個角色氣槽短 很容易擠滿 你看八神就忍無可忍強反出來了 他覺得如果再被反天人這樣打下去是不行的 剛Cd 爪截兩段地波跳過去 巴掙女生 火球術也要強反打傷害 今天難道說是強反打傷害的局 要不要再給巴掙女沒有根 哎 後車騙招 砍刀手 哎哎 都血量不多啊 都血量不多 登神一個波巴掙女穿波啊 漂亮 超精準的一個預判啊 感覺對登神是吃透了的火球術 現在他拿到了第一分 我們接著看下一局 看下一局 登神還會不會用這種強和打傷的方法啊 因為這個方法感覺對火球術來說 對火球術倒不是那麼威脅啊 火球術總是保留一個強反在身上 等你打的累了 等你最關鍵的時刻讓你熄火 這樣的話 給你造成這種不可逆的傷害 對登神 登神要注意一下了 哎 火球術 你看這個強反也是有 有套路的啊 在你要釋放另一次超比賽的時候 對 正要你大爆發的時候 或者是正你打的更爽的時候 他突然來一個強反 你看 在登神就是遭受很大的一個傷害啊 不單是身體上的傷害 這個心靈上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傷害的 頭上伏 跟 超到外格 接 哎 你看 CD又想騙 登神一下子 火球術今天是玩爽了 現在特瑞開啟必殺一次 必殺兩次 打光來再怼一下 大門沒有了 結束 火球術現在傷害都不打滿了 這個大門在角落連續的忽悠登神 就是看火球術的有力 在遭受了一次心靈的創傷後 燈神看能不能再次崛起 面對對面較好的游力 他的特瑞是穩住了嗎 哦 跳地打你又被游力打飛了 旋風腿飛將拳空中必殺技 帶走 那接著就來看燈神下一個角色吧 燈神的King出手囉 這也是第三個回合了 好的 燈神的King好像很久都沒有爆發過了 總是在中間騎火 看游力發動一個暴擊 哎 被摟了下來 摟下來之後King他要開始了 鐮刀腿 接著玫瑰 落地吸勾 漂亮 鐮刀腿 接著玫瑰選空機空中跟一次必殺技 哎 沒有跟 火球起身之後King繼續 能不能穩他一下 哎 燕燕一 哦 超殺 中個超殺不得了啊 這個游力的超殺掉血太多了 包裂掌機 好像有那麼一種顧傷的感覺 這游力耶 傷也很高 可以破甲的那種 先來看燈神下一個板氣梁 我們來看板氣梁這一次 還會像上一場那樣強反打傷 要來秀操作嗎 開場秀 首先像集氣 哎 滿氣了 滿氣之後前前第兩次 哎 CD 飛翔腳破一下 天地防範圈這就上了 但是燈神沒殘血 沒辦法無限縫必殺 砍刀手砍刀手 幸好開場集滿了一管氣 將火球速放倒了 接著看火球速的八神 八神 這一次希望燈神能把八神的第一次強反給他打掉 讓他沒有了強反 你就可以用 那種強反打傷的方式來威水欲為了 虧花三十八之女 戰神想打掉八神第一次強反 彈劾容易 八神每次都是抓到先機 陪過來 然後 小跳百合著破防 哎 對著來了一個AB閃 這個AB閃用的相當漂亮 八神要不要再 哎呀 飛翔腳砍倒是波 天地防範圈 哦 沒有跟上 被反吸了 燈神殘血了 虧花三十八之女 燈神可能要強反必須強反 再不強反就要被秒了 但是 最重要的一點火球速的強反沒有交 哎呀 燈神的這個連招很有可能又是打到最爽的時候被中斷 燈神需要小心了 哎 燈神現在需要做的是蓄勢待發 但是 又非常糾結 到底什麼時候發呢 咦 那就一直連吧 砍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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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一把槽比啥 老了老了 好的 中間來一個中斷 一有是一百多連 哎 哦 又是 在這個比較關的四個又給反掉了 給你一個措手不及的反 現在八神 浪起來了 天地幫我全軍 好 這局登場有戲 一個波接大波 帶走了 終於拿下了 即便這次的強反 也給拿下了 只是看下一回合也是最後一局了 今天這段強二也是 進入高潮階段了 這最後一局 好的這一次火球珠還是 同樣的角色 還是同樣的套路 同樣的選人方式 燈神 看套路要不要變一變 我們來看火球珠開場用游力手發對上燈神特略 哎 哎 壓住 好壓住了一個前前地又是打一個冷不防 現在碎石地倒一隻根一手 再過來就跟一手 再跟一手 好漂亮 一波操作對上體重 然後前前繼續壓過來 剛才衝前 大觀藍 結束 我們接著看下一局 現在直接打出了跑匪 第二局 我們看火球樹的大門 好 快樂也是直接集氣 好像 想用一個狠的方式來教育大門一下子 現在衝拳 下中角大觀藍衝拳 大觀藍取消 大觀藍再對一下 一波跟一手 扔上去 好 利回 這個利回漂亮 來看大門的大門塞地一根 不要急 特略有機會 特略有機會 哎 踢一腳 哎 來一腳 哦 又中田地反呀 現在大門繼續跟上一發超大外哥 跟一發裡頭 他跟一發地獄極了落 在最關鍵時刻大門還是扎到了最後一次機會 可以要燈神命的機會 好的 爆一下 各種連爆 燈神的全身被摸了個遍 接著看第三個回合 燈神的 聽出手 嗯 哎呦 哎 C地撥一下 但是距離不夠 沒辦法勾 大門這局有點被動 你看又被抓了 有點被動 好田地反 這個閃爍漂亮 精神抓 精神來一個力頭 然後大門再跟上去 精神殺到我 哎呀沒有跟 哦 反而被抓了這一下子 可惜了可惜了 接著看火球出的八神吧 看八神這局能不能打出一個很好的成績來 好的 聽氣 哎 回手跳一下 C地 天悦已經抄不下傷 C地快速進行來了一個確認 進來 一波 等你走 好 回過來 然後快速後射百合折 要么後射要什麼 要么百合折 這就是 對燈神那個考驗了 看你猜就是怎麼做了 要怎麼應對 那燈神殘血哈 超必殺中 八神強反必須 好快速百合折跳路 哦沒有動 這次沒有折他 雪風 距離很近 給八神是八神女 好好好 好燈神一涼 哎呀 後果這個地波沒跟上還是挺驚險的 如果再被KINGLEA上一趟 那就快就危險了 第五個回合燈神的板氣梁又出手了 看這次的出手能不能給他帶來一個好的結果 八神 跳入 八神爆氣 飛翔下波一下 哎 八神跳入 清腿下盤兩點 直接起手了 超必殺神 超必殺神 看來又要把燈神一直打殘血了 這下子 燈神一直保留強反 總想用那個強反大傷害了 但是那樣實在是太累了 而且回收不高 哦 跳黑壓住 八神 強反 強反 耶 呦 哇塞 八神用八隻女來躲過了強反啊 好吧 還是被火球獄給收掉了 再給大家不關注 每天更新精彩對戰視頻